哈喽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小強哥哥 之前做美日的時候,都會給一些定位器組件 一開始我還覺得這些是好東西 存著存著就搞到了120桿 今天把他們全部合成,看到底有啥用 OK,12個精密定位器到手 打開背包使用 好傢伙還挺高科技的 下面寫著玫瑰小鎮附近,傳送過去看看 NICE,裡面的圖標變了 距離也變成了50到200米 看來寶箱就在附近了,每個角落逛一下 我去,原來還能指引方向的 一開始它跟上面的黃圈重疊 搞不得我都沒看到 現在簡單了,我只需要跟著指引的方向一直前進 OK,20到50米 等等,星星 我去,這野牛給臉不要臉 當著我挖掘寶藏 好傢伙,這下發了 10個裝備打造補給箱 換成金幣就是5000了 一個定位器就能賺這麼多 趕緊把剩下的都找出來 又是玫瑰小鎮附近 我去,這次的定位圖標太簡潔了吧 一眼就能認清指引的方向 要是第一個是這樣,我肯定不會跑錯路 OK,星星出現,準備開挖 我靠,又是野牛 先槓掉,免得他們打擾我 唉唷,不錯喔 20個碳化龜精米 剛好我缺打磨材料 現在還剩10個定位器 以最快速度把寶藏都找出來 10個防彈甲片補給箱 8000銀幣 20個強化材料 又經過10分鐘的努力 小鎮搞到了40個防彈甲片補給箱 5張配方圖紙 60個強化材料 算下來等於撞了2萬金幣 對了,這個寶藏不會在地圖上顯示 只能通過定位器尋找 要是還沒弄的小伴趕緊去 好了,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不見不上 掰掰